民众党8月6号将举行四周年党庆 原先是要拿出台北市议员王世坚在议会上 送给柯文哲的折叠脚踏车来拍卖 但是有在王世坚喊出了真心患绝情之后 现在柯文哲阵营临时喊咖决定不卖了 另外挑选出了四件可以代表柯文哲的物品拍卖 被此王世坚善意的回应说感到相当的欣慰 终于是踩刹车了 当科市长准备了一套龙袍过过瘾 又是送龙袍 又是送厅整契行李箱 柯黑大魔王 北市议员王世坚 过去八年在议会上 送十人市长柯文哲礼物 夺到不声美剧 木马屠城 每回送礼话题十足 有些柯文哲直接退回 但这份礼物深得科兴 两年前这台柯友改变柯文哲名言 政治不难找回王军而已的小哲 折叠脚踏车 在民众党四周年党庆上 一度被列进拍卖清单 带着王世坚怒喊真心幻绝情后 柯文哲收到不卖了 很高兴看到说柯市长 总算踩了刹车 世上最熟悉的陌生人 很深的情境 有那个意义在 柯镇颖紧急踩刹车 柯王看似敌对关系 但任谁也不相信 还没有到薪水 但是我是蛮难过的 这也算是爱之深则之切 说不拍卖 戈然而止 我觉得我有点吓一跳 王世坚那个脚踏车 他不是说什么 什么要卖签证的 我这边讲的都不好意思卖 只要再收起来 微容他在讲 一下子说什么不要卖的 最后柯正宜左思右想 决定拿出柯文哲两顶针 战一日双程的自行车安全帽 象征坚持 以及柯P高腰裤形象 洗了两年的皮带 象征撑起民众党 还有柯P穿过的 KP工作背心 期待支持者帮忙拉票 民众党新形态行销 加上扶龙王加持 炒热拍卖会话题 记得台北综合报道